跟灵 跟一些灵魂交往是不好的 跟一些灵鬼交往是不好的 跟正神交往是好的 正神交往是好的 但是正神也不一定得到解脱道 最好的就是你能够得到解脱 然后证得菩提 这是最好的 越修行 信仰就越大 不会那么宅小 因为你地陀道了 你的心就会跟虚空一样 什么都解脱了 所以我们常常讲什么叫做巴虹 巴虹吹不动 巴虹吹不动 就是因为你的心像虚空一样 修行已经像虚空一样 你能够容纳很多的 所以能够容百川 怎么样子的事情 你都心无恐惧 不会有所恐惧 不会有所烦恼 也不会影响到你本身的情绪 一切都很好 不管遭遇到什么事情 一切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写了一句话 这一句话就是说 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 一切事都是美好的安排 要懂得这句话 那已经修到境界很高了 一切都是很美好的 一切都是很美好的 不管碰到什么事 一切都是美好的 不然你会困在烦恼里面 要懂得世尊所讲的这句话 嗯